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表示 我国将继续从不同领域吸纳人才提高防卫能力 国防部长黄永宏在常年国防科技奖颁奖典礼上指出 国防部过去几年同更多本地起步公司合作 这些公司多数由前国防科学家成立 他说过去四年获得科学和工程奖学金的人数增加了30% 他强调建立本地人才团队为新加坡国防做出贡献的重要性 因为越来越多先进的国防武器现在都能在公开市场上买到 在1989年推出的国防科技奖表扬那些为国防领域做出贡献的科技 如这个能在潜水或泥泞海床中自动识别水雷的M400型无人侦察潜艇 他能不停行走至少14个小时 并通过这类利用双频技术的水晶来侦测更清晰的画面 这个发明则能清除对全球定位系统的潜在干扰 军人能通过这项发明在战场上决定 用什么最好的武器来应付来自空中的威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